因为一方面大家肚子饿 所以我要尽快地在一个钟头把它处理完 另外一方面我们后面还剩下这几个课的内容 又还都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东西 所以如何在不延长时间的情况下 讲完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我们再做一个祷告 我们就开始吧 好吧 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主 在这个课程一直的带领我们 说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开我们的眼睛 在最后的这一堂课 求主说我们看见你的荣耀 看见你真理的亮光 求主帮助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 奉基督的圣灵 阿们 人类家园的这一课呢 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 好吧 那么我们实际上常常说的一句话 我知道这个中间你们肯定会有很多的挑战 没有关系 你怎么理解都没有关系 但是有几点呢 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 第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从伊甸到伊甸 这个哪一个宗派都不会有问题 都会是这样讲 人类就是从伊甸到伊甸 那么从伊甸到伊甸 它的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从感触到伊甸了 就是从伊甸出伊甸以后 就是和上帝分离了 就是从与上帝分离到与上帝和好 没有问题吧 所以我们这里有一个分离到和好 这个是没有问题 那么怎么样来解决 怎么样来走这个程序 那么这个程序呢 在伊甸园里边 在整个救赎计划 它有很多的讲法 我在这个书里也有很多 那我再举一些例子 来给大家快快地说一下 整个圣经 它都是想把救赎的计划说清楚 它用不同的方式来说 比如说圣索也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我们看圣索的话 都有一个所谓的结构性的看法 我这个画的可能不是很准确了 大概表示个意思 这个地方是个祭坛 这个洗浊盆 这个地方是圣索 这个地方是制圣索 这里边有不同的东西 它用不同的经历 让人都来来明白这里边的道理 你比方说 整本以色列出埃及记 它就是个圣索的经历 御业节的晚上是不是在这 是不是有献祭嘛 御业节的晚上是不是在这 完了以后是不是过红海 是不是在这 过完红海以后就到了圣索嘛 圣索里面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橙色饼的桌子 是不是有这个灯台 所以他们接下来的经历 是不是叫圣索呀 是不是就马纳就下来了 马纳是不是代表那个橙色饼的东西 灯台呢 白天是云柱 晚上呢 火柱 是不是在这儿就看见了 再往前走一步 是不是就要到自圣索 对吗 自圣索最主要的是什么东西 约柜嘛 最主要的 所以他们坐了三个月以后 再往前走就会走到什么地方 西乃山 为什么要到西乃山来宣布律法呢 因为伊甸园是个高舍 不是平地 所以不能在平地上讲这件事情 所以在伊甸 那么到了这个西乃山的经历 是不是就到了这个自圣索这个经历了 他们就有律法了 所以你看他们所走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圣索的这个结构 是这个结构 那么他走的这个路线 从耶稣的角度来讲 他是不是也是这么走的 也是这样走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牺牲 那你说他牺牲以后 这个呢我不讲了 这个我要讲的话 真意会很大 就是这个受洗在哪 就是耶稣之前呢 牺牲之前他已经受过洗了 对不对 然后才牺牲的 可是牺牲之后 还有一个洗桌盆 这个地方在哪里完成的 这我不去提他了 但总之呢 他进来以后呢 到个圣所服务 是吧 然后最后还到自圣所来服务 最后呢从那边出来 他出来的时候就是回来了 所以圣经里有句话说 他已经进了在门口了 在哪个门口啊 圣所的门口嘛 因为出这个门口 再一脚就踏回到地上了 就是这样 那个门绝对不是你家的门 也不是我家的门 不是到你家门口来敲门 不是这样的 他是在圣所那个门 他要 这个工作一完 他就要走出这个门嘛 这个圣所只有一个门嘛 他已经在门口了 再走一步他就出来了 那基督徒的经历呢 他也是靠这个来代表 我们在这儿把自己献上 受洗 我们每天领受上帝给的灵粮 靠圣灵充满 然后我们呢 遵守上帝的诫命 是吧 遵守上帝的律法 耶稣讲的话都是这样讲 他讲话都根据 都跟着这个圣所来讲话 比如说 凡劳苦丹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叫他们得安息 在哪儿讲 到哪儿去找他 在什么地方 把你的重担放下 在这儿 是吗 在这儿才能交换 你的重担交给他 他呢 让你平安地离去嘛 那你接下来的 重担交换完了以后 我的鹅是清审的嘛 父鹅 父鹅在干什么 遵守上帝的律法 跟上帝同行嘛 所以他的 他讲话他都是在这个里面 在讲话 在比方说 对这个 行营的妇人 她说 你不要再犯罪了 给你赦免了 我也不定你的罪 从此不要再犯罪 这就是称义和成圣的关系 也是和圣所 也是要说明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圣经啊 他都是在这个圣所里面 把上帝的道理啊给他展开 因为这是他施教的场所 这是他施教的场所 特别我们如果有怀师母的这个著作帮助啊 就会有更多的帮助 我举一个例子 创这个教育论 你们回去可以查一下 教育论呢 他讲宇宙是一个教室 这个宇宙都是学生啊 都在学 那教室在哪呢 在伊甸园 起初是在 伊甸园 耶稣是亲自做教室 要教全宇宙一个功课 顺服 得生 叛逆 死亡 那个伊甸园刚建立的时候 真是天上有叛乱 所以他就以这里为教课 教室来教导大家 可是这个地方教室被弄坏了 他又必须要 再重新来做一整套的工作 你在看到 这个教育论的结束的时候 法师母又继续写道 起初是以伊甸园为教室 到结束的时候 伊甸园 重新地回到伊甸园 伊甸园继续为教室 把原来中段的课程呢 继续往前行 这教育论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的话 这是比较清楚的 那么这个查案审判的这个问题呢 我想呢 我不去多谈了 这个第26课呀 审判回归者的资格 也就是说 谁能够回到天家 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人间的这个人的智慧 都会说 我会给你一个考验期 是吧 所以上帝呢 他不会说 你一举手啊 你一表决 同意 以后怎么样 他都收你 他没有这样的事情 他给你一段时间 给你一个机会 会帮助你 始终帮助你 但到这个机会 你最后 是不是一直把它 持之以恒吗 有这个是吗 是吧 我们讲的四个字很重要 持之以恒吗 还是说半途而废 是吧 有一些人就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在人间呢 是多数 持之以恒啊 是少数 所以耶稣才说 这个 蒙召的人多 是吧 找到的人呢 少 因为真正能够 坚持到底的 是比较少 不幸试一试 我们这五本书 看有多少人 能够把它 从头到尾读完的 它是一部分的 一部分 你可以试别的书 不一定要试这个书 我不说这个书 有什么特别的价值 不然的话 好像这个不太好 所以呢 上帝呢 他有一个 有一个审判的过程 来挑选 哪一些人呢 是真正的能够 到天上去 所以我在 第二十六课呢 是讲了这个问题 那么在 整个上帝的 这个家族中间 我们在上一次 给大家提过 上帝的整个圣经 它就是一个家的概念 在这个家的中间呢 它有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日子 就是这个家庭 一起活动的这个日子 我们就把它叫 家庭日好 是吧 这个家庭日呢 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 安息日 那我在这里提了一个问题 有人看过书啊 可能也知道 就是说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你们这些做妈妈的 你的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天 究竟那是谁的日子 是你生儿子的日子呢 还是儿子的什么日子 你怀胎怀了九个月 你那天把它放出去 那谁的日子 是不是你生的日子啊 想一想 你纪念生日纪念什么 纪念你生的那个夏子吧 对吧 你十个月九个月 你就把它放走了嘛 所以实际上是这样 但是你生下来的一个 的确是它 它是你生的产品 所以这一天也可以纪念它 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提了一个问题 上帝定这个安息日 是吧 安息日呢 它花了六天来造这个地球 以及这个天地万物 所以安息日照到底呢 是纪念这个出生的 是它的日子 不是我们的日子 是它弄完了 对不对 它弄一个日子来纪念这件事情 我们呢 是因为这个为我们而造的 所以呢 我们也就凑巧 也就把这天当成我们的日子 就好像 我就说这是两件不同的概念 妈妈生孩子 这个儿子要感恩于妈妈 妈妈生的儿子呢 他因为喜欢多了一个人 所以上帝纪念安息日 他是多了一个 多创造的一样东西 他喜欢这个人 那么人纪念安息日呢 是感恩于上帝 这是两 一样日子的两样情 是吧 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但日子还是上帝的日子 那么这个日子呢 可以认为是永恒的一个纪念 是我们对永恒的一个预长 你看啊 世界上 什么东西都在变 基本上没有东西是不变的 但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样东西 它是不变的 就是安息日 它是不变的 它每到第七天 它用这个不变性 来让人能够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边 找到一个不变的东西 我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不变的 所以特别是佛教徒 我写了一篇文章给佛教的 我就说 这个佛教它是讲无常嘛 是吧 安息日呢 就是永恒的一个记号 你看到这个安息日 你能看到 有一样它是不变的 这个是一个记号而已 这是表明 它后面的自定者等等 它是不变的 让我们能预长那个不变的东西 所以安息日是对一个永生的预长 预先的一个体验 那么它就很重要了 我上一次已经给大家谈过 安息日的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呢 它是纪念创造 是吧 第二个含义呢 它是纪念救赎 而且我也讲过 它一开始就有纪念救赎的含义在里边 为什么 因为救赎的概念 实际上它人类还没有创造 它就已经有了 所以在纪念这个人 在人的创造过程中间 从男人身上拿出一根肋骨来 造女人 我也提过 这个男人呢 就相当于这个亚当 这个象征耶稣 牺牲自己 然后呢 睡就是相当于死 醒过来呢 就是复活 它就把这个过程呢 表达出来 而这个就是救赎嘛 所以在创造女人的过程中间 已经就用隐晦的语言 把这个救赎计划呢 就表明出来 所以当它设立安息日的时候呢 它是里边呢 就含有创造 也含有了救赎的纪念 所以当你违背安息日的时候 那就等于对这个救赎啊 不报信心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会违背安息日 会是这么重要 在上帝看来 是这么不合适的事情 因为这里边呢 纪念创造 要不要信心 要信心 但是不是要太多的信心 因为今天毕竟天地 还在这个地方 只是它弄坏了 对吧 弄坏了 不像以前那样子 但是救赎呢 就是完全需要 靠信心来 来判断 因为你今天你没看见 你受洗的时候 下去是什么样子 起来还是这个样子 到身上撑一下 一点没中了 没变化 看不见 这个只能凭着信心 来相信有那么一件事情 亚当的两个儿子 一个献祭 是献了高扬的 一个呢没有献的 献高扬的是因为 他表明了 对救赎的这个信心 而如果安息日里边 有两个含义 那么你对这个救赎 你不去纪念它 就表明你对这个救赎的计划 没有信心 这就是为什么 补守安息日 就会有那么大的问题 但守安息日 你不是靠守安息日得救的 没有人靠守律法能得救 这是两码事 守律法只能表明 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计划 相信上帝 你守律法也不可能让你 到天上去 没有这个可能性 因为你守几十年 也就是那样 生命是不是靠你自己 守出来的 生命是靠上帝恩赐给我们 是吧 所以这个 米酒日新的家庭纪念日呢 我这里花了一些篇幅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想这个大部分都比较清楚 所以我这里不去太多的讲 为什么用家庭纪念日的原因呢 它的确是为了给人类家庭的一个纪念日 但从另一方面来讲 因为现在天主教皇已经把星期日 他把它称为家庭日了 他说星期日就是家庭日 所以你看在以色列 以色列有通过哟 你知道吗 以色列有通过把星期日作为家庭日 以色列都通过了 真的是 以色列是个完全守安心 是什么 他们通过了 他们通过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是因为 他们和欧洲和西方有时差 所以他们到星期天的时候 那边还没上班呢 他的贸易是没有办法做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如也通过就算了 所以以色列是这么通过的 那圣经上面说 这个星期日法案将来任何国家 都有可能通过呀 现在我们看到最难的 以色列它就通过了 所以这个在向我们逼近 这个末后的这个 为这两个日子之争 它真的是这个问题 真的是救赎的问题 因为安息日呢 是救赎的纪念 安息日也是作为这个 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一个记号 那么比较 第二十八课 我只想随便提一句 就不多说了 要把这些事情完成 真正的要能完成的事情呢 就是要基督要复灵 怎么写 不太会写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要复灵 他复灵前呢 他有一些这个前兆 所以呢 这个第二十八课呢 我就是把那个基督复灵的一些预造 把它列了一下 这个对我们教会的教育来讲 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内容 那么 这个部分呢 我在这里就不谈了 那我们需要来谈一下呢 就是第二十九课 第二十九课谈完了 大概呢 也就 也就结束了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在这里写了两个字 就是分离和和好 上帝呢 在造人的时候 他首先造的 是不是和呀 把两个人 和为一体 是吧 二人和为一体 他是用婚姻呢 来说明这件事情 他是希望 这个将来 他的人类也好 所有的状态 跟他的关系 就像这个人类一样 密不可分 这一课呢 请大家就是跟着教材跑一下 这一课比较的 有一定的难度 但是我觉得会蛮有意思的 那么 在九十一面呢 这里我们讲 女人是如何造出来的 女人受造以后 引出了一个什么样的 重要的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呢 就是引出来啊 这个 女人代表教会 而二人和为一体 一个原则 人犯罪以后 和上帝分离了 那么和上帝分离了 圣经里边用了一个话 就是创世纪 第三章第二十一节 说把他打发走了 就把他打发走了 这个打发走了的这个字呢 在原文里边呢 他就是离婚的意思 在希伯来词里边 他就是离婚 他和什么离婚的呢 和伊甸园离婚 和伊甸园离婚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和上帝的关系 是不是断开的 是吧 就跟上帝 从地方上来说 他是和伊甸园离婚 从实际的关系来讲 他实际上是和上帝的关系 所以我们跳跃思维一下 所以到最后 有没有一个新耶路撒冷像 要来结婚的那么一个场景呢 新耶路撒冷像 装扮好了 代价 归宗的这个代价 是吧 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上帝呢 他没有抛弃人类 所以呢 大家看一下 九十三面这段话 九十三面呢 以赛亚 二十一节吧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好 谢谢 这个上帝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修你们的母亲 修书在哪里呢 我将你们卖给了 我的哪一个债主呢 你们被卖 是因为你们的罪孽 你们的母亲被修 是因你们的过犯 你说人类的母亲是谁 就地球嘛 因为我们是从泥土来的 上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 地球我没有放弃 我没有把地球放弃 我没有跟地球离婚 就这个意思 我没有放弃这个地球 我要拯救这个地球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是从尘土中来嘛 就好像从尘土 生了我们一样 那么接下来呢 上帝就说 人类要修补这个关系 就好像 我们翻到九十四面呢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这个呢是表明 基督和教贵的关系 我们要顺服基督 是吧 那么怎么样来和天 来重新 重圆这个梦呢 要通过这个耶稣 所以呢 你看 第一个呢 就是和耶稣之间的 这个关系 要 圣经里面讲 我们和上帝关系 是用了什么词啊 和好是吗 和好的话 是说明以前吵架了吧 以前是关系很好的 出问题了 现在呢 通过做一点工作 大家和好了吗 这个关系 是不是讲婚姻内的关系 这是个婚姻式的语言 是吧 那么 天人合一以后 我们受洗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和基督和好 那么在天国的福音 圣经上怎么样来解释 这个天国的福音的呢 你再看一下 九十六面 耶稣啊 常常用一个比喻 来比喻天国的福音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第二节 他说 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说天国好比一个王 为他儿子摆设 干什么 取亲的宴席 他还是用什么 来打比方 婚姻 因为这个人呢 和伊甸园离婚了 所以天国呢 欲为让这个儿子呢 把他再娶回来 那么 取亲的宴席上的 这个饭菜啊 都预备好了 在圣经上说 这个牲畜也都杀了 这代表耶稣 预备了这个 丰盛的宴席 是吧 代表他的牺牲 预备了丰盛的宴席 我们只要去做宾客 去参加就可以 参加的时候 他还给我们礼服 对吗 还给礼服穿 这代表了基督的义袍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那请注意一下 我们不是要取的 我们不是基督 要取的人呢 这个是常常被误解的 简单看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三章 二十八到三十节 在九十七面上有 九十七面上有 这个呢 是世喜约翰说的 世喜约翰说 我曾说 我不是基督 是奉差遣到他面前的 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 取新妇的就是新郎 新郎的朋友 站在旁边 他是谁 他是新郎的朋友 他不是新妇 注意到吗 就是 思喜约翰 就是他的信徒 不是新郎 要娶的新妇 而是新郎的朋友 十个童女的故事 童女是不是代表教会 他们要去 在这等候新郎来 新郎是来娶十个童女的吗 还是新郎自己 另外有妻子要娶 另外有妻子要娶 所以这个很清楚 他要娶的妻子是谁呢 我直接说白就好了 他要娶的妻子就是 伊甸园 这是他要娶 因为之前呢 伊甸园和人类怎么样 离婚了 所以他现在要把它重新呢 娶回来 这样呢 重新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圣经里面 一直用这个婚姻这个比方 在讲 要把这个新耶路撒冷 娶回来 所以你看 这个 第九十八面 我又看见 第一 圣城新耶路撒冷 从上帝那里 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 装饰整齐 等待丈夫 是不是新 是不是新耶路撒冷 是新妇啊 因为原来呢 是人跟他分开了 现在耶稣呢 要把代表人类 把他娶回来 重新完成这个结合 所以我们呢 就是凡被请 赴羔羊之婚宴 有福了 我们是被请去参加 羔羊的这个婚宴 羔羊是代表耶稣 而要取的是 什么 是什么 新耶路撒冷 是吧 所以这个关系 有没有弄清楚 弄清楚了 OK 新郎是谁 基督 这个宾客是谁 被请的 我们是被请的 要取的对象是谁 新耶路撒冷 是吧 这个很清楚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一千年完了以后 我们呢 你看他下来以后 第九十八面 第十七问说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新父 就是羔羊的七 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 高大的山 将他由上帝那里 从天而降的 圣城耶路撒冷 指给我看 所以这里边呢 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 等候了六千年的婚姻 终于啊 看见 我是常常想 中国的这个 取亲的这个 这个仪式啊 这个新娘呢 她是要戴着这个 面纱的 要到成婚那一天呢 才拿开看 这个新耶路撒冷啊 是一直藏着 我们到现在没见过 要到她取亲的那一天 我们才第一次看见她 是吧 所以你看 我说中国的这个 很多的传统啊 习俗啊 它有些能够说明 圣经的一些问题 对吧 有些能说明 圣经的问题 可以打比方吧 我们不是依靠那个东西 而是通过那个 来建立一个桥梁 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经 那么在一千年完了以后 我们和这个 我们也还有一个 婚姻要完成 就是这个婚姻的制度啊 它除了说明 和耶路撒冷的关系 和基督的关系以外 你看她在 这个可能太复杂了 不过也可以看一下 一百面 好吧 一百面呢 就是新天新地 我们也要娶一个妻子 我们娶哪个妻子呢 新天新地 也是通过婚姻的语言呢 它所谓取妻就是说 这两样以后 不再分开了的意思 合在一起 不再分开了 就是说 人类 耶稣把这个 新耶路撒冷 取回来以后 人类和新耶路撒冷 就不再分离了 那么人类和新天新地呢 是不是也要完成一个 相当于 用结婚的语言来讲 意思是不再分离了 所以 以赛亚书六十二章 一百面最上面的话 说你必不再称为 撇弃的 你的地 也不再称为荒凉的 你却要称为 我所喜悦的 你的地 也必称为什么 求夫之妇 因为耶和华喜悦你 你的地 也必归他 少年人 怎样娶妇女 你的众名 也要照样的娶你 说清楚吗 就是说 我们将来新天新地 是属于我们 我们和他们 也不再分离 你看这个 他依然用婚姻的 这种象征的符号 来说明这个关系 真的是一个 大团圆 是吧 这个大团圆 我们还 这不是说是 双喜临门 这是多喜临门 是吧 最终的这个婚宴 这个在基督里 天上地下一切 都在基督里 同归于一 这是我们最终的 一个目标 那么讲完这个呢 这个我们已经 大团圆了 这应该就差不多了 圣经里面最终啊 就出现了团圆的景象 这是一个 你看中国文化 是不是也追求大团圆呢 我们不是追求 个人主义吧 我们追求的是 大团圆 所以我想主要的呢 是这些问题 那么如何读圣经呢 这个呢 大家有空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在这里只想强调一句 强调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圣经啊 它是上帝的启示 这句话大家都会说 没问题 圣经是上帝的启示 它不是人间的产品 可以吗 好 下面说第二句就有问题 因此圣经它的启示 不是根据时代背景 发展出来 你当时的时代背景 不是说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不讲圣经 我讲孔子好不好 讲孔子 不是讲孔子 他生活在春秋时代 所以我们去研究 他的时代背景 是怎么样的 是这个时代背景 让孔子有了那些教导 不是这么回事 孔子讲的人爱 和当时的时代背景 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人爱的这个道理 从哪里来的 从天而来 明白吗 所以我们现在的 这个研究者 在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好 他都来研究时代背景 认为他们的教训 可能是因为时代背景 从那里发展出来 一个人的良知 跟时代背景有什么关系 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跟时代背景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良知被感受到 和那个时代背景有关系 你看那一个人 掉到水里边呢 你的良知开始启动 你要不要救他 这个和那个背景有关系 可是良知的问题 不是时代的产品 所以这就是我们研究圣经 解释圣经最大的误区 我们研究圣经 都在那里研究 当时的先知所处的 这个背景是如何的 时代是如何的 好像他的信息 是跟那个时代的产物似的 那个信息 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个信息是 从天而来的启示 超越那个时代 但是 那个时代提供了 具体的时间 地点 环境 人物 让上天的启示 能够更好地表达出来 我也说清楚吗 所以你现在 拿着这个观点 你去读很多的书 你都会发现 大家都好像 搞错了一件事情 都在讨论 时代背景 历史背景 所以华尔伦就说 那些时代背景 不重要 因为他才明白 圣经是上帝的启示 不是人间的产品 不依赖于人间的问题 我在讲这个 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已经讲过了 举了一个例子 对吧 我举了耶稣 变水为酒的那个例子 他讲的话 他始终记着 他要启示什么东西 他妈妈说 你把那个 他们已经用完了 他说我的时候 还没有道 答的问题 是不是牛头不对马嘴 我们说驴头不对马嘴 答的问题 跟他问的没有关系 他妈妈想用 那个背景 来说这件事情 耶稣的回答 超越那个变强 他的启示 真理是属天的 可是在那个背景之下 提供了一个机会 让他能够把 这个道理发挥出来 所以我们研究背景呢 只是让这个 属天的启示 变得更加明确 解释圣经的一个 另外一个原则呢 就是一切要围绕着基督 这个原则 因为圣经是为基督 做见证 所以你解释的时候 不要离开基督 你所说的结论 如果和基督的行为 教导 相冲突的话 这可能有点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用律法来解释 律法是圣经的根基 所以你解释的东西 如果和上帝的这个诫命 律法相冲突的话 可能是要考虑 它可能不对 就比方说 有人说这个地球 上帝创造的时候 地球已经在这了 你一看第四条诫命 六日之内 耶和华创造天地海 和其中的万物 那说明是六日之内创造的 怎么可能在六日之内 地已经在这了呢 你就会画一个疑问 就会说 你这个说法可能是错误 因为你和上帝的 明文的诫命的启示 是背道而词 所以我不管你是谁说的 不管你是从哪一级的权威来的 你不会比上帝的权威更高 所以上帝的律法 是我们的一个标准 所以这个 讲到这个 最后呢 有一首诗 不如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这个是一首打油诗了 最后的118面 你们可以看一下 读经容易解经难 熟读不解 不疑团 就是你把圣经读熟了 你还是不解 还是有很多的疑问 是吧 能解不依空费力 就是你 纵然你能够解 你要是不依着 这个圣经解释来行的话 纵得正解 也突然 就算是你解释对了 你不去照着行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最终呢 这个 我们落实到一句话 就是 遵守上帝旨意的人 有福了 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位 你们 我相信你们的肚子也饿了 我想呢 这个 我讲就讲这么多 我们到 六点半吧 这样的话 我们还有几分钟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 或者是问题 或者是评论 指教 都可以 我说的 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就是欢迎大家的批评 我们大陆说 欢迎批评指证 科目师 我还是回来问圣索这个问题 就是说 伊甸园根据 《创世纪》第二章的描述 就说他那边有何 什么 所以应该就是在现在的这个中东伊拉克两河流域这一带 所以显然它是一个有限的面积嘛 那如果说这个将来新耶路撒冷下来就是这个伊甸园的恢复的话 那显然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那他如何去容纳几千年来这一些得署的子民 谢谢 圣经里有两段经文可以来为这个问题给一些线索 第一个线索 你看他讲到这个伊甸园 他是长宽宽 他是长宽高啊 他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他也说了一个尺寸 这个是新耶路里面讲的 在启示录里面是讲的 他这个尺寸呢 他说是 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21章吧 有没有人看到 十一节吗 他这是讲他的门呢 然后他讲这个十五节 十五节说他共有四千里 长宽高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四千里啊 那就是两千公里的话 假如说是两千公里的话 他不是一个小地方 台湾从头到尾可能还没有四千里啊 有吗 是吧 就是十个这么长 长宽高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地方 这是第一节经文呢 就是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一个理 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这一理 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看到第二一个呢 就是保罗说的 上帝为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也没有看到过 耳朵也没有听过 人心也没有想到过 所以我们呢 既然没有想到过 你把它想大 想小 我们看呢 都想不到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总之上帝的这个设计 一定会是很完好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马拉基书啊 上面还说 他说这个 马拉基书的这个第十四章 它降下来的时候 他把那个橄榄山呢 把它裂开嘛 他在踏在橄榄山上 裂开以后 那个就是为了让 这个新耶路撒冷呢 在那个地方降下去 以那个地方为根基 在放在那个地方 那么那个时候 带来地域的一个 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不是很清楚 因为今天的这个地域 是经过洪水以后 发生改变的 虽然说那个河流 叫有诱发拉底河 洪水之前 有没有那条河 是不是在那个位置 不知道 因为洪水一冲啊 就把它整个都冲掉 所以我们实际上 对于今天的 就是原来的这个 伊甸园究竟在什么地方 纯有疑问 不知道在哪 真的不知道 因为今天的 尤发拉底河 什么这些河流 名字上和圣经上 写的是一样 但是经过洪水以后 你还说得清楚吗 整个世界被一片 这个水呀淹没了 说不太清楚 我就不敢肯定 中国的老祖宗 他们是这样说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依据 但是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在昆仑山 在昆仑山 但是只有那个地方 他说当时呢 这个书经里边呢 就讲到 这个跟大家讲点 讲点话了 有一个人呢 叫做顺 顺呢 他做了王以后 他就去寻山 他去寻山了 他去寻了五座山 他寻山的目的呢 是为了寻找那座顺山 没找到 这个是在书经里面有 这个呢 在这个史记里边呢 也有记载 这个司马迁把他写的 把这个传说写的更加的厉害 就是说 中国人呢 一直在寻找一座圣山 但是呢 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那么现在我们看圣经 我们才知道 你在这个平面上是找不到 这个圣山在天上 那将来有一天他会回来 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是多大的池 但是我总是相信 他应当是够住的 应该是够人类的这个活动 所需要的地方 还有没有其他的 好 谢谢 这个有一些人呢 他们就说创世纪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呢 中间有一个所谓的Gaps Theory 就是说有一个空档 但是按照圣经的这个说法 你看 我们看第二章就能解释它了 因为你看第一章很不容易看明白 看第二章就好了 因为第二章也是摩西写 是吧 所以摩西怎么写呢 他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 这个是第一句话 这句话可以解释第一章的第一节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创造天地 它是一个总个的这个过程 然后他说到第七日 上帝造物的功就完毕了 所以他这里呢就说 上帝呢在前面的六天创造 第七天完毕了 这样就没有留下空间了 就没有留下这个圣经上面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之间的这么一个中间跨这个有一个空间的这个说法 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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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解 因为他第二章直接说那就是六天 而且这六天呢他在下面呢在第一章里面都完整的描述了每一天上帝做了什么 所以我在这个书里面呢引证了中国的这个签字文里面的一段话 就是首先呢它是这个天地啊它是混在一起 按照圣经的说法它也是混在一起 然后上帝把天地分开嘛 所以他首先呢是是混在一起 然后他慢慢地创造慢慢地充实它 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当我们呢用人的现在的眼光来读它 而脱离摩西自己的这个书的解释的时候 可能就会出现 认为第一节和第二节有空档 但是摩西自己在第二章的解释里面呢 它是没有空档 十条监命的解释也是没有空档 它也是说是六天之内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了解释圣经 要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 这样可以吗 好 我们非常谢谢王博士 四次的教导 那也难得有这个机会 因为王博士他在台湾 他原来的计划就是四年 所以也就是说明年就是他结束在台湾 那这边四年的计划 那我们感谢上帝 他在这几年当中也有这样的机会 来到北部 也希望在王博士 离开台湾之前我们还有机会 再继续从王博士这边 来学习 那我上次有报道 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子读 那从下个 那从下个 就是说明年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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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